大家好,我是Hidy 每個人都說春天是戀愛的季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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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我說, 春天一定是購物的季節 換季, 換護膚品, 化妝品, 什麼都可以換 錢不要緊要花, 最緊要花得開心和值得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個星期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什麼 這麼開心, 值得和大家分享, 非常之划算 然後買完之後覺得自己值得加許 值得鼓勵, 簡直 在我分享之前,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優惠的資訊 好, 我們現在開錢啦 接下來就差不多夏天了 所以之前呢, 我就在Instagram那裡 問了大家有沒有一些很好用的防曬可以推薦給我 就打算試幾款高評價防曬 然後就可以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其中呼聲最高呢 就是台灣加丹尼爾的這一支 水感輕透防曬盈雨 很多朋友都說他們3月會有週年慶 叫我等完才入手 所以我就乖乖地等到週年慶的時候呢 除了買它之外 還不小心買了那麼多東西 看上去好像很豐盛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的 因為週年慶的優惠去到3月30號 為了我自己方便加丹 為了可以分享我的第一用後感給大家 所以我全部都開過來用 首先當然是我的主要目的 他們的防曬 這一支呢, 暫時感覺上呢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舒服 很好推, 完全不會立好清爽 沒有泛白的 它呢, 就是一種淡淡的草拌香味 很清爽, 很快吸收了 但是我就不會這麼快給它評論了 因為我就打算試多幾種不同的防曬 最後才拍一條影片 給大家一個終極用後感 它的價錢呢, 就是大約220元 有50ml CP值不值呢, 暫時不知道 但是呢, 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沒有週年慶的優惠 所以呢, 絕對可以等到我的影片 才考慮買不買它 反正都等到他們一年一度的優惠時間 但沒理由只買正價的 而我又沒有用過這個牌子 所以我就直接入手了他們的入門組 一套三支裡面呢 就有 這個套裝計算港幣呢 就大約是636元 有2支50ml, 1支30ml 這2支50ml都是積雪草系列 我覺得很適合現在這個天氣 任何皮膚都用得到 因為質地比較輕盈一點 比較薄一點 但是呢, 保濕度也不錯 這支精髓呢 我覺得它介乎於精華和化妝水中間 你看到有流動性 但是不會一聲就掉到下面的 那你推開呢 是很水狀 但是呢 有一點厚度 覺得它是比較像精華 然後乳液方面呢 它是很容易推開 然後呢 很薄很薄 但是你看到 是很水感的 日後用了它們之後呢 我就發現去到晚上的底妝 都還可以保持得很漂亮 所以暫時的感覺呢 非常之良好 然後小的這支serum呢 感覺很奇怪的 它呢 是很油膩的 一擠出來呢 感覺有一層很厚很厚的油在 你看到一推開呢 是油膩膩的 閃亮亮的 一開始擦呢 我就覺得很油啊 很油啊 然後呢 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不單止是這支serum 還要是其他面膜呢 我都發現這個牌子呢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你頭10分鐘的感受 和10分鐘後的感受呢 是不一樣的 現在呢 就覺得很油啦 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它還是非常油的 但是過多大約5分鐘左右 它突然間就會吸收了 你不需要洗手 不需要用紙巾抹呢 它就完全沒有油膩的感覺 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呢 我現在就分享了面膜 然後等一會兒 告訴大家 它什麼時候才吸收完呢 要數加丹尼的王牌產品 一定不可以不提及它們的面膜 而且很多觀眾跟我說 現在買是全年最低 所以呢 我就小市牛刀買了4盒 一個組合就是 任選4盒它們的片裝面膜 1200元台幣 算回港幣呢 因為一盒有6片 所以大約是13-14元港幣一片 在這個時候你看到我的手已經沒有油光 不會立立亮的了 摸下去呢 是很柔軟 一點都不油理的 所以呢 我後來才對這個產品有改觀的感受 因為一開始我就覺得 很柔軟軟 很不喜歡 Anyway 我們現在繼續說面膜 我買了一盒即雪草修復面膜 是它們王牌中的王牌 然後呢 就是金盞花舒緩保濕面膜 接著就有龍膽葉 富活抗老面膜 最後呢 就是卯丹根亮眼乳霜面膜 這四款面膜我都敷過一次的 暫時最喜歡呢 都是它們的王牌即雪草面膜的 我打算趁這兩天再回購多兩盒回來 我覺得面膜質地很好 很薄很貼面 然後精華呢 不會太水的 有少少厚度 但是又不會結韜韜的 然後呢 剪材呢 其實很適合面型 除了呢 鼻液位呢 它是包不完的 可能我鼻頭太大 然後呢 就是它的功效了 本身第一次敷呢 我是很不喜歡的 因為一拿出來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 那些精華很黏痴痴 我還想 一會兒要洗臉 怎麼知道 玩多一會兒電話呢 整個臉 突然吸收得了 所有的精華 是完全清爽了 當然啦 我都會用濕了的洗臉筋 抹一抹 但是不需要去到洗臉 或者要清洗的感覺 不會黏痴痴 不會悶 不會悶 所以呢 我後來是完全對它改觀 然後第二天起床 都覺得那個保濕度呢 是維持到的 所以這個價錢呢 我覺得真的不錯的 然後就到金盞花面膜 因為我沒有曬完太陽之後用 所以不知道它是否做到那種舒緩的效果 保濕效果呢 它是有的 但是呢 它的味道呢 在這麼多款面膜之中呢 我覺得最強烈 真的有一陣花香 但是有少少價 我覺得不是完全很天然的味道 不過呢 我都打算買定多一盒 因為接下來夏天 我都應該不停曬太陽 逛山玩水的了 所以都應該有用的 我用不著 我男朋友都用得著的 接著就到龍膽液面膜了 我看到資料呢 就說它更加保濕 更加滋潤 還有抗衰露的效果 不過我試了一次呢 感受就不是特別大 分別就不是很顯著 所以呢 我都是當它一般保濕 還有可能我是光肌 那不是油性肌膚呢 我不知道用完它會不會再油潤些 會出多些油 那自己是光肌的話呢 感受就是 保濕咯 有少少滋潤感咯 就是這樣 最後呢 就是這個牡丹筋 它是乳霜面膜來的 和剛才不同 剛才三款面膜 它們的精華都是透明的 而這一款呢 是有少少白白色的 那所以呢 它是更加滋潤的 如果夏天呢 我就真的覺得不適合了 除非你是開冷氣 都會脫皮那種呢 那可能你就會需要更加滋潤 因為用完它呢 我真的覺得 那個黏的程度是高了一點 我真的要去洗臉的 那所以呢 我暫時就不會回購它了 這幾塊應該可以等到秋冬呢 才會再用了 然後我湊夠一個金馬呢 就送多三塊面膜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對家單而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三十號前呢 就要下單了 講完Skin Care 不如我們分享另一個喜悅 大家看到標題都應該知道 我就是用了七百元 買了六樣Liquicette的廚具 還有很多都是夢幻顏色 我真的非常之開心 試完有一天我約了朋友吃飯 他就問我 今天Liquicette開倉 你有沒有興趣去看 其實我已經有一個煲的了 所以對一些很貴的杯杯碟碟 完全沒有興趣的 但是他想走 我就覺得 那一起去看看吧 我就一元都不帶過去 打算看看那些人有多瘋狂 誰知道選手爛腳的是我自己 但是真的買得非常之值得 首先出場的就是 一隻非常之美 非常之夢幻的飯碗 好事就當然要成商的了 大家看看這個粉紅和粉黃的顏色 是否完全抗拒不到呢 究竟他是多少錢 才令我深度買他回來呢 就是一張一百元 就可以帶他回家了 是不是很划算啊 一百元就買到Liquicette的飯碗了 你在外面買一隻漂亮少少 沒有什麼牌子的 都要一百元幾十元 然後當我打算在碗這方面收手的時候 竟然讓我遇到他 大家一起評一下你 這個夢幻的顏色 是不是完全抗拒不到呢 這個湯碗只是一百三十元 就可以買到一個 漸變顏色的Liquicette湯碗了 它是很大的 真的可以用來吃沙律 用來吃湯烏冬 湯麵 是非常之美 一百三十元而已 然後我繼續走 給另一件東西深深吸引到我 無論它的顏色 無論它的價錢 我都完全抗拒不到 就是這一隻碟 它是一個少少漸變 Tiffley Blue顏色的碟 你們明不明白 它是一百元而已 一百元現在真的做不到什麼 吃餐晚餐都沒有了 我竟然買到一隻Liquicette的碟 當我很開心拿著這隻碟 打算買多幾隻顏色 因為有很多夢幻顏色 在這個時候我朋友竟然說了一句 但是它沒有Logo 很有道理 所以我只拿了它 放下其他的顏色 然後就入手了這一隻 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線條 再感受一下它直揚的顏色 然後再感受一下它奢華的Logo 只需要多加20元 一百二十元就可以擁有一個 有Logo的Liquette碟 嘩 是不是要馬上拿起它 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應該要收手 買了五樣東西 又有碗又有碟 夠了 但是我竟然看到另一件事 它是又有用又有用 又有用 然後顏色又是很美 亦都沒有重複的 就是這個有深度的碟 大家看一下 它是深橙色漸變 有一個深度在這裡 你們想一下 煮食的時候 那些菜沒什麼汁 當然可以用這隻這麼淺的碟 但是如果有汁怎麼辦 那就不用得了 不怕 買多一隻有深度的 那就行 是不是很聰明 剛才我這隻碟已經是今天最貴的了 有深度 Le Croissette 顏色這麼漂亮的碟 一百五十元就買到了 是不是真的覺得 我這次的購物 是值得鼓勵 值得鼓舞 我知道大家一定問我 在哪裡開倉 在哪裡買的 其實我就是在中環印刷行 On the list開倉買的 它們到星期六的五點鐘 那現在如果你準時三點鐘看這條片 而你又在港島區的話 沖過去 有機會還可以買到這些 這麼便宜這麼漂亮的 Le Croissette 廚具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有追蹤我Instagram的話 你應該一早知道這個消息 因為我已經即時分享了 當日我買的時候 我選的時候 我已經post了在Story那裡 也是每十秒就有一個人DM我 我問我在哪裡 我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去買 都給了很多戰利品 告訴我 他們都收到很多很漂亮的Le Croissette 所以 Follow我Instagram 真的很重要 我每一次有什麼即時很優惠 覺得很划算很漂亮的東西 我都真的會放上去 那所以 大家懂得做啦 今天我真的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星期的小之女大購物 我買得開心之餘 大家應該看得開心 很喜歡看這類型購物的影片 我都覺得 燒人必要燒自己 我自己買得開心 買得到底的話 大家才會看得開心 那所以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新 還有星期日更周十二點 對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